好 OK 那么在我右手边这里呢 我有准备一个 就是我们研习进度的一个 进度bar 所以待会呢我们就是 会照这样的一个流程 把我们今天后半段的部分讲完 所以刚刚有老师提到就是 OneNote这边其实是可以直接跟OHA 直接做整合 这个是我觉得它很方便的地方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 刚刚 那个YouTube的网址 在简报的第二页 那么我们 今天所有提到的内容 还有没有提到的内容 很多 我也都准备在 这一个翻转学习平台上面 这里有一个 Google协作平台 上面呢 有我很多的教学的文章 跟影片 所以如果老师 我今天可能时间上的关系 没办法完全 介绍完的 您就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做一个参考 OK 好 那么我们来往下看一下 这里 如果老师呢 您待会我在操作过程有问题 就跟我们刚刚一样 您可以直接用文字 也欢迎老师直接开麦克风 这样比较方便 另外呢 刚刚提到 这里有一个 电子白板 如果老师您有操作画面的问题 您就直接进来 贴到里面 那您如果是使用那个Windows 可以直接打开Windows内建的截取工具 然后在这边Ctrl加V 就可以把您的画面把它贴进来 好 好 那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 就是说老师呢 您不管是在教学现场 或者是在 线上的 远距教学 其实 老师呢在准备这些所谓的 影片的资料的时候 您大概 都会发现 有蛮多 可以改进的地方 就是效率上 首先第1个 可能很多老师会考虑把 跟你教材有关的影片 也许就收集在你的一个Word里面 或者是PowerPoint里面 但是这样子很麻烦 因为你要 复制影片的标题 要复制影片的网址 甚至呢 影片的说明 还有 影片的说图 你可能都要 动手去把它 复制一遍 再贴上 这样来来回回 你就花了不少时间 对不对 那甚至呢 有些影片 可能 并不是 整段影片 都是您要的 这个内容 可能只有其中一段 这个时候 你还得记录一下 然后呢 有些时候 你可能 在影片里面 觉得 有些重点 或者想问同学的问题 你也自行 需要记录下来 那 有的老师也许会考虑 放在我的最爱里面 但是这样子 通常最后都是Google一下 比较快 因为 因为 爱太多了 好 那当然 也许你也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不过说真的 下载下来 有时候 忘记带去 或者是档案太多 要找 老实说也不是很方便 那么在 我们今天 很重要的 为什么要介绍 OneNote 它在影音教材的部分 真的有它的优点 而且其实 OneNote从 2012年就开始了 那这些功能 都是在 刚开始 就有的 所以 我已经用9年了 首先呢 不管 老师您有没有付费 即使您使用的 我们这里有提到 您使用的是免费的OneNote账号 它本身就有提供20个 私密课程 就是私人的课程 那当然如果老师您愿意公开的 那你就无限的公开课程可以使用 再来第2个 解决老师的痛点 因为你只要一个网址 就全部搞定 他会自动把您所需要的 这些 通通加入 那再来呢 如果您是播放清单 可能您自己有整理 或是看到别人已经有整理好 一系列的 影片 一样 播放清单的网址 一个 就可以 把它全部加进来 或者你可以自己挑 哪一个是我要的 那么 还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就是 我们在OneNote有提供 浏览器的 扩充工具 目前 他有 Google Chrome 也有 Suffer 这两种浏览器的 扩充工具 他都有 所以呢 你可以一边看影片 或者是老师 看网页的时候 您发现 这个影片 或是这个网页 就是我想要上课的内容 您就可以直接 同步 把它加到您的 OneNote教材里面 所以非常的方便 再来 OneNote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可以在影片里面出题 因为呢 你会发现 我们刚刚有提过 可能 也许你只要 影片的其中一段 影片的其中一段 甚至呢 在哪一个时间点 我就要来问问题 在OneNote里面可以直接设定好 OK 那当然 OneNote也有他目前做不到的 第一个 就是我们刚所提到的 影片里面 测验的结果 他目前是没有办法保留下来的 那第二个 如果你想要 有很完整的 这个影片浏览资讯的统计 这个部分是属于付费版本 那我们今天的话除了 刚刚前半段的8位 后半段还会有8位 可以取得 他的付费账号 那么 另外呢 如果老师想要申请 后面呢 OneNote也有提供90天的 对吼 婉婷我应该没讲错吧 没错 老师记忆力很好 谢谢 90天的那个试用 就是说您可以用一整个学习 那您再去评估看看 OneNote 他的Pro的功能 是不是适合你用 OK 来 那 了解了这样之后呢 我先来介绍一下 这里 我们来看看 现在在简报的第6页 好 那OneNote呢 目前主要有三个 方案 三个方案 那么首先你可以看到最左边 这个是访客 现在画面稍微不是那么清楚 但是没关系 访客的部分其实很方便 那通常我都是 把他拿来当学生 给他们做使用 也就是如果说您可能不是校务系统 就用 浩学 那么 没关系 其实同学也可以直接就用访客的方式进来 那他也 不需要绑定 同学的信箱 一进去之后就可以取得一个访客代码 所以通常我在 在国小国中 大概我就会先帮 把这些 建立好 好那 一般来说大家 用标准方式注册的 就是所谓的免费账号 那刚刚有提到 他可以有20个 所谓的私人的课程 那当然再来就是我们讲的付费的账号 付费账号除了OneNote所有的功能以外 那么还会再加上 刚才佳化那边所介绍的OHA 他所提供的功能 所以 这样的好处是即使您没有用 学务系统 你从OneNote这边 已经有的学生 这些学生他可能是来自 访客的 也有可能来自标准注册的 通通都可以带过来 这是 一个很方便的地方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 所以呢 老师我们现在看到这边 好那 我就 请老师呢 您先登录一下 我们的OneNote 您进去之后 可以使用 社群账号 这样是相对比较方便 好那如果呢 您想用您的信箱 去做注册 您记得 要去搜一下认证信 好OK 好那我们在简报的第7页这里 有帮老师准备好 OneNote的连结 所以如果您OK了 我在这边把它打开好了 好这样进来 那老师呢如果您的 萤幕比较小一点 他的选单会稍微 缩在这边 那您可以点开 也可以看到 那如果 或者呢您把网页稍微 缩小一点 那这个呢就是标准的 标准的 电脑上看到的选单 您可以从这边进来 也可以用刚刚讲的 访客 好你看我在这边 取得访客代码 这个时候呢 只要记得 这8位数 没有分大小写 下次 就用相同的代码 进来 那 您的 所有学习记录 同学的 也都会继续存在上面 OK这样就进来了 那么在上面这里 就可以去选择 编辑个人资讯 那这里 您就可以修正一下 好 那这个部分呢 我先问一下 请问大家 在 登录的部分应该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吧 那首先呢 要麻烦大家我们现在进到 简报的第 8页这里 我们要稍微认识一下 系统里面的 这个 选单 来我们看一下 在这边 您 您一进来之后 最重要的 OneNote的选单就在上面这里 群组 课程 跟发现 那么我们在发现这边 就是所谓的公开的 也就是说如果您 自己 或是别人 比如说您看到我这里有一个 免费软体 好那我这个课程就是属于公开的 我们把发现按下去之后 你可以看到他有单元 课程跟群组 单元的话就是 单一个教材 课程 比较算是比如说您可能是生物课 数学课 那您可能里面就会有不同的这些单元所组成 群组的话 就是我们 类似Google classroom的概念 好他就是一个班级 所以 在群组这边 这里也有一些 你只要在发现里面 看到的 这些都是公开的 所以您点进去 都可以加入 那课程的话呢 他把这个部分称作订阅 所以如果您点到这里 就可以从这个地方 做订阅 那别的教材 就是你的教材 这样OK 好来简报的网址 刚刚婉婷提到 有有有在我的那个下面 在这边 那我也把它给各位一下 请稍等我一下下 好YouTube那边我把它分享出去了 不好意思 OK 所以 这边 像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 把别人的 教材 变成你自己的教材 当然如果您愿意 也可以把它设为公开 那么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 别人公开的 如果在左手边这里 群组跟课程 在这个地方 就是您自己建立的 或是 订阅别人的课程 这个呢 就是您自己建立的群组 或有加入的群组 所以呢 您可以像这样子 就可以大概了解 OneNote的一个 基本操作 OK 你看我把 订阅一下好的 好 进入课程 进入课程 我刚刚有订阅了 有有有 在右手边 抱歉 哈哈 因为他预设进来 是在建立的课程 我现在要看的是 订阅别人的课程 有在这里 所以呢 您可以 从这边 就大概 了解到我们 OneNote的一个 基本操作 那 我们现在呢 我就进到简报第九页 第九页这边 如果您今天 有取得的 就是 OneNote的 Pro帐号 或者是您有申请 您会 收到一个代码 那这个代码呢 您只要从 您刚刚上面这里 账号名称这边 原本是free 我想 升级成Pro 按下去 就可以在这里把您的代码 把它放上去 那我现在呢 就实际做一下给大家 参考看看 咯 好 我这边有一个 代码 好 你看从右上角这里 升级 可以 有没有 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这边 把你的代码把它贴上去 或者打进去都可以 好 那各位你看到我的 没关系 因为我已经使用过了 所以 你没有办法再用 好 好 等一下 升级代码有误 我看一下 好 只看到老师的头像 好来 抱歉 点这边 想升级 想升级 这个是 有YouTube 上面有 应该是许老师在问的问题 好 那许老师我把那个网址贴给你了 那我来这里 做一个升级 来 抱歉 我再贴一下 所以大家大概会 会像这样收到 四组的 这个号码 提交 因为我刚刚是访客账号 所以没办法升级 那我现在这个账号 就有升级成功 所以您可以看一下 在这边 我重新整理一下 这里就会显示 您的使用期间 是从什么时间 到什么时间为止 不好意思 我这个账号只有14天的 像这样子 好请问 这样 各位老师 针对这个部分 有没有 问题 好那如果你想要 申请90天的试用版的话 待会我们再请 小编 来帮您 就是 把那个 表单 就是 公布一下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大家关心的 影音教材 要怎么样来 使用好吧 来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进入到 影音教材的建立 这个步骤啦 那你要做这个影音教材之前 第一个 要麻烦大家 就是 一定要先建立一个课程 因为呢 这是老师自己的教材 所以说我们 先进到 OneNote这边 您进到课程里面 有一个右上角 建立课程 好 那在这边呢 你就把您的课程名称 把它建立一下 进来之后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这里 有一个叫做主题 这个概念就跟我们的资料夹一样 所以 您可以在这里面增加无限的 主题 那每一个主题里面 还可以增加 没有限制的这些 所谓的 课程 的教材 但是呢 您自己建立的话 最少最少 一定要有一个 好不然他不知道把资料摆哪里 比如说我们先建立一个 您也可以用第1周第2周 这样都没关系 好我先建一个影片教材 再建一个网页教材 这样两个 那如果以后呢 老师想要做调整他的顺序 就按着左手边这样往上一拉 放开就好了 所以这边是相当的方便 OK 那好了之后 记得 您必须要按下右上角的这个发布 才表示您的 课程 从草稿 变成是正式的 那他会询问您 那他会询问您是要做公开的 还是非公开 您可以自行选择 好假设我先做非公开 这样就完成 那您会发现 在右手边这里的 这个 锁头就变成是像这样子 好 那如果呢 老师您 已经 完成了 课程的建立 跟新增了 至少一个主题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 找一下 影片的档案 哦 好 有没有老师 你想要找什么样的影片 心安有要试看看吗 老师您说我要试影片吗 没有我请你 帮我 讲出你要找的关键字 哦没问题 任何吗 你 你有没有发现 你讲话就可以控制我的 麦克风了 有发现 请说 奥运比赛结果 哇 你看这样互动多好 真的 来我们找一个影片 好 成绩 这里有影片吗 骗我 骗我 呃我看一下 哎呀这样直接 打开YouTube 比较快 哈哈 好 来来来 再给你试一次 那我们就决定他了 然后我们就决定他了 在OneNote里面呢,其实目前最多的就是影片教材 那第一个 在这边他会询问您单元名称 您可以在这里 自行输入 也可以待会进去之后 再来处理 我在这个地方把网址贴上去 您有没有发现 标题已经自动帮我们找到了 按一下 第二个 这段影片里面 总共是5分4秒 您可以自行决定 影片的 开始 跟结束的时间 这样子呢 不管是老师或是同学 你以后在看的时候 就会从这一个期间 开始播放 当然 你还是可以回头 但是呢,他预设的播放时间 跟停止时间 就会在您所指定的这两个位置 再来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 影片的说明 也一起加进来的 还有 还有 影片的说图 自动帮您抓到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一个网址 就可以帮您解决 哦 来 婉婷说 奥运 影片有版权 好,那我们马上换一下 素文老师 哈哈哈 可以可以 这个我昨天录的 好,就这个 好,来 最后把它复制起来 我就点进去 OK 来,我们看一下 没关系,这个先 加进来 那我们 再加一个 新增单元 好,放进来 找到了 一样 在这边 就直接储存 有没有,您看one note在左手边这边 通通都有了 所以说这个部分呢 您可以像这样子 很轻松的就放进去 当然 万一 加错了 怎么办 按着它 往下一拉 可以换到不同的主题里面去 不用再重新 做一次 就直接调整 这样就好了 好,那 这个呢 就是 第一个 我们在one note里面 您要加入 不管是 这个单一的 好,或者是 YouTube 的播放清单,其实都是可以的 那我这边呢,再 示范一下,如果是播放清单的话 OK,假设这一段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里面 总共有8段 一样 一样我把网址复制起来 我们进到one note这边 按一下加号 那这一次呢,我们就不是从这里进来 您可以发现 下面这里有一个 播放清单 有没有 有没有全部都抓到 您可以自行选择 我想要 拿几段影片 完成之后按加入 解决 解决了 就这么快 所以 要加入 影片的教材 在one note里面 真的真的 非常的简单 好,所以 您可以稍微试看看 那么 记得 加入完了 如果您确定 都OK 没问题的 一定要怎么样 按到 右上角这个发布 才算是 正式公告出去 这样就完成 好,请问老师到这边 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们刚刚呢,让大家先 了解一下 我们大概到简报的 这个 14页 包括了 单一个 影片 怎么加进来 然后呢 这个播放清单 怎么放进来 所以老师呢 这些功能 在 一般的账号 就可以使用 这不是Pro才有的 所以您 没有付费 是OK的 那么还有一个 我们顺便 在这边先跟大家 说一下 就是 怎么样在 YouTube的影片 出题目 我们进到这里来 如果 以我昨天写的这一篇 我们按一个编辑 好 您可以看到 在这里有个叫题目 新增题目 那么 在 这里面呢 你可以增加 问答题 也可以增加单选 或复选 那一个影片里面 看老师想要增加几个题目都可以 比如说 这里 请问 今天还有一个铜牌 对不对 好 像这样子 那我把它放在 1分钟 我就不加选项 我可以把它储存起来 那我可以增加第2题 那我把它放在1分30秒好了 好在这边 有没有 那我把它放在1分30秒好了 可是我来加上选项 那一个是 一个是 好 雨球再增加 OK 那哪一个是正确的解答 您要把它勾起来 如果是单选就勾一个 复选我们就多几个 好存起来 OK 我就把它 存起来 发布出去 现在 我就来测试一下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到底 它会不会 有 这样的 问题 好 来 那 OneNote的右手边这边 会有笔记 那我就先暂时不讲这一块 我先把它收起来 我们来看看 在接近1分钟的地方 好 各位看到了 有没有自动影片就停止了 就会跳出这样的问答题 或是老师您觉得 可能我希望同学能够注意的地方 那就可以先跳出来 等到它按下确定 因为这个没有标准答案嘛 所以就点旁边 它就可以继续看下去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到1分30秒的地方 这个就有选项咯 这个就有选项咯 刚刚已经有把答案勾起来的嘛 对不对 在这里 好那如果它答错了 当然就不能过关 答对了 记得要按一下旁边 它就可以继续往下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 OneNote里面一个很棒的地方 因为 老师现在影片很多 您每一个都要记得 它的起点 终点 要问什么问题 这个大概 蛮困难的 那 这样的方式 整理您的影音教材 不只可以用在您自己上课 待会我们会带各位到 OneNote的群组 同学如果是属于 自主学习的时候 我一样可以怎么样 可以 看到 同学的 完整的 教材学习情形 好 那 这个部分呢 不知道大家现在 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 请问大家针对 OneNote教材的部分 有没有问题 老师有问题不要客气 您可以直接 就是把它 提出来或用麦克风 直接讲 很单纯对不对 因为OneNote的 使用方式 真的 在跟其他数位学习 平台比起来的话 算是 很容易上手的 好 如果大家没有问题 我赶快就 进入到 下一个主题 咯 我们要请大家呢 一起来 试看看 就是我们的 OneNote群组 好有又婷老师提到 这比较属于 非同步教学吗 两个情境 如果老师像刚刚一样 单纯的 整理你的 影片教材 您不管是 现场的教学 或是远距教学 您也可以自己 来播这段影片 那时间到了 就会出现 刚刚的那些问题 这样也是OK 那如果是属于 非同步的 比如说 我们希望同学 我们下一堂课 有什么样的进度 你回家的时候 可以先做 所谓的 预习 那我们就可以透过 这个待会呢 大家体验的这个 群组的部分 老师可以马上看到 同学里面 有哪些人有看 他看哪里 这些都有那些统计资料可以 显示出来 好 又婷老师 OK 来 那我们就 麻烦大家 请大家呢 你点到这个群组 群组 在右手边这里 有一个加入 我已经帮大家准备了一个 今天延期的群组 这个在我们简报的第 20页 简报第20页这边 我把群组代码也抠到我们的 OneNote 跟 那个 Meat里面的讯息 跟YouTube上 您可以把这个群组代码 我把它先抓起来好了 好 好在这里 贴在这边 您就从刚刚群组这个地方 按一下 加入 打上这个代码 就OK了 好你看我在这里群组 加入 这样就可以进来 这样就可以进来 所以像这种方式 就是属于 如果我的群组 不想公开的 老师只要给同学代码 那如果您有公开 我们就会变成 出现在发现里面的群组里面 别人就可以直接加进来 好那目前的话呢 我看一下 总共有34位老师已经加进来 在右手边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群组代码 在我的右手边 在这边 815418 好 那各位老师您进来了之后 首先你可以看到群组里面 他会有两个主要的地方 一个是在讯息 一个在任务 其实这个跟老师在使用 Google Classroom很像 只是 Google Classroom 通常是 最好的绞交作业平台 但是其他的功能就比较弱 可是在OneNote这边就不只有 这样的 这些功能 第一个 讯息当然就是老师公布的 这些相关资料 所以我在这边已经把今天的 海报 放在这里 第二个 任务 任务的地方 就是老师放教材的地方 我在这边 已经先大家 准备了 两堂课的 教材 所以老师当然您可以选择我要不要公布 也就是说 您可以先 把教材准备好 等到呢上课前我再来公布就好 这样也是ok 这样也是ok 好那要看教材的话呢 就把这个单元打开 我们的教材就在里面 另外我们在 画面的右手边 您可以看到 在这里 您可以准备 就是可能跟您比较相关的连结 跟 这个档案 那您也可以连结自己的课程 或是别人的 课程 就是您订阅别人的课程 你看我们这样进来 有没有 所以在这边都可以公布 好那刚刚有这个秀英老师说 公布 可以设定时间吗 您指的是代码吗 代码的部分吗 课程喔 课程 没有诶 课程的部分 有两种方式 他主要是我们刚刚在这边 就是 透过您编辑之后发布 第二个是透过 浏览器的扩充工具 您可以加入的时候就直接发布 目前 是没有 特别设定时间 因为 有些时候老师可能只是在准备阶段 所以您就是可以进来这里 先把它都整理好调整完 再由您自己决定 什么时间去做 这个发布 这样子 好 那 针对代码的部分我顺便跟老师说明一下 这个代码呢 您看我在这里 呃我用 这个 点进来 代码 它可以自己产生 那如果您 觉得 同学都已经进来了 我不想要这代码 您可以把代码清除掉 甚至觉得 有人不想要试 你就再产生一个 哈哈 这是one note比较人性的地方 这样OK 所以 您可以自己去决定 您 这个 代码要不要留着 好 OK 所以您大概从 这里 已经了解了我们 one note 一个 基本的 就是在群组部分 他的界面 现在 我就要请老师 来试看看到底 在one note里面怎么来做所谓的班级经营 跟他的学习历 我们麻烦老师您进到我们这里的任务 进到这个任务里面来 我们先让大家先看一下 到底one note有什么样的测验提醒 因为呢 这段时间 很多老师都 找了很多工具 对不对 很多工具当然都很不错 那 one note里面 已经内建了很多 所以 其实呢 您也可以善用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下 您这里打开之后 我后面有提到 这里 one note有练习题 有投票题 有涂鸦的 也有当然我们刚刚提过的影片题 那下面这两个呢 就是属于付费的 好就是 待会我们再跟各位 做个说明就好了 这两个是属于付费的 上面这一块的 都是免费就可以用的 那 练习题 跟投票题有什么不一样 练习题 就是他可以练习 N次 直到 答对为止 投票题 就是我们一般 比较常见的 一次 就解决 只有一次机会的 好那涂鸦题当然就是 您可以让同学 去把 正确的 比如说实验的步骤 或者是位置 把它画出来的 那影片题当然就是 我们刚刚的那种情形 所以我先 给老师看一下 你看 练习题按下去 上面这边会出现 我们针对题目的说明 如果没问题 马上就按下测试 各位 有没有老师知道 明天是什么节日 有没有 开麦克风 丽丘 哎 不错 这个老师可以送吗 哈哈哈 对 明天就是丽丘了 可以可以没问题 请老师 托上名字 好好好 我有看到了 来 那 老师呢 就在这边 您 试看看 24节气 到底是阳丽 还是国丽 点下去 可以按上面这个 提交结果 万一错的 他会告诉你 所以我们刚讲练习题 可以重复嘛 所以 24节气 是根据 我们的国力 就是阳力 有没有 这样就 答对了 那您可以直接从这里 下一题 也可以从这里 自己先跳 找其他题来做 都OK 好那我们看第2题 您看我们在这边 YouTube里面 有那个影片品质的设定 我们看这个位置 这里 那您看到这个数值 这个数值 他所代表的是 影片的宽度 还是影片的高度 这个 就让老师自己回答 还是你认为我考这一题 有问题 都好 没关系 那再来我看下一题 老师可以利用这个时间 你如果想要自己先做 就先做 那这个 就是 涂鸦题 您可以看到他右手边这里 进来之后 自动就会有一个 绘图的工具 当然你也可以打字 好话 形状 都OK 那我们这边问的 就是 请问 位的幽门感俊 大家常听到 幽门在哪里 您就用画的 您就用画的 反正位 就 一进一出嘛 不是这里 就是这里 应该没有人会说 这里要开一个门 哈哈哈 那画错怎么办 这里有橡皮擦 也可以整个全部清掉 等老师画完了 比如说你觉得这里 还是这里 画完了 右手边这里 有一个飞机 就是送出 这样子 就出去了 OK 再来我们往下看 影片题 这个 应该就没问题吧 对不对 跟刚刚一样 那我有告诉你 题目会出现在 3分14秒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稍微play一下 3分14秒 3分3分14秒 好就在这里 诶过头了 有有有有 有没有 这样就出来了 只是 我们 刚刚有提到 这部分回答的结果 目前是没有记录下来的 所以只能就是作为同学的一个 自己的提示跟练习 OK OK 好 点到旁边 他就可以继续看下去 那 如果是付费那一题 您可以看一下 在这边 这一种 因为现在大家做测验 很多 如果 如果是国中小的 可能有线上的康宣的电子书 或是其他 出版社的电子书可以用 那如果您是高中职的 也许就是比较传统的 或者是像 比较一般的 这个 考卷 那 这种付费的方式呢 就是 您不管是 PDF 不管是 Word 或者是图片档 都可以 用这种方法 比较有临场感 因为跟以后他考试的时候比较像 对不对 所以 OneNote呢 让您把 您的考卷 就直接放到云端硬碟上 只要 云端硬碟能够辨识的 通通都可以变成考题 所以 跟现在很多老师用的Google表单 比较不同 Google表单 可能老师必须要重新再编排过 可是像这种方式的 就是我们的 平常考试的样子 您只要告诉 OneNote 我的第一题 有什么样的选项 第二题有什么样的选项 你可以是ABCD 也可以是 那个 就是 其他的 好就看你 这个部分呢 是他付费的 那最后一个提醒 这个 就是Google 科斯文 最厉害的 有 佼佼作业 OneNote也有 只是呢 我这边没有特别做设定 所以您进去就会看不到 好 来 那 那我们麻烦老师 先 一起来做看看 给大家 20秒的时间 好吧 因为等一下 我们要来看 老师 到底可以看到什么 好 我们来20秒的时间 这边 经过我的动作之后 已经剩14秒了 好 好时间到 好快喔 来 OK 来我们来看一下 老师 老师这个统计我有开放 所以 你不用 一定要是老师的账号进去 您看一下您的右手边 每一个任务 每一个任务的右手边 都会有一个进度 那我把它点一下 这个进度呢 如果您是自己的 是在下面 也就是您可以 看到这边 其实我在 教学过程里面 我发现 有这个进度 同学 有些同学他会特别的 就是注意到 我还有哪个教材 或者哪个作业 我是没有 注意到 或者是没有完成的 那如果你想看全班的 请按这个进度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很多老师呢 都已经有填写了 在这边呢 您可以看到 这里是先最基本的 有没有绞交 或者是这个 教材 有没有看完 像后面这个就表示他还在 阅读中 因为我们 可以指定 这个影片教材 他至少要看几分钟 才有达到我们的 这个标准 那这个有绞交 不代表 答对哦 哈哈哈哈 所以我们要看上面这里 这个 您可以把它按下去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总共有45位 成员 成员有28个人做打 那您看 晚庭 交了两次才成功 对不对 有没有 在这里我们后面可以看到他的次数 那 那 因为我们只有两个答案嘛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 第一次没有 答对 那 没关系 你可以点开这个 因为我们可以从这里 看到一件事情 看到什么事情 他第一次回答的时候 他第一次回答的时候 是回答音历 第二次的时候 才回答阳历 所以 他的历程 就已经怎么样 是不是记录在我们弯弄里面了 所以这个其实 蛮方便的 我还蛮喜欢用这种所谓的练习题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说 同学一次就答对 因为我要看的是他 到底 选择哪一个 选项 那我就知道说 他的程度大概是怎么样 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是根据 每一个学生回答的情形 如果老师你想要看整个班级的 请按 1题目显示 我们看一下 在这边 老师有看到 回答阳历的比较多 回答阳历的比较少 有没有 我们就可以从这样的一个 百分比 就可以知道说 同学应该大部分 对于24节气 到底是依据哪一个历法 应该是 有蛮高的一个比例 是正确的 好那来看 另外一题 来 来 影片的 这个就是 只有一次机会的 马上变圆饼 我们来看一下 果然符合预期 老师 回答这个的 你今天 真的 这样要拿到pro 帐号有点困难喔 老师没有那么复杂 第2个 通常有智慧的 通常是比较少数的 哈哈哈 各位老师 这个是影片的高度 真的真的 今天 就算你不想要玩弄 这一题是尝试题 要会 好不好 往下卷下去就会看到了 就会看到 到底谁答什么 答案了 OK 那我们来看 第3种 涂鸦题 来 我们刚刚既然是涂鸦题 所以 我们从这边 有没有 老师可以从这里面 马上看到 每个同学回答的情形 像 大部分老师应该都对嘛 对不对 幽门到底在哪里 幽门赶俊幽门 在这里 有没有老师知道 上面叫做什么 请开麦克风抢答 斑门 宇瑞 应该是宇瑞老师嘛 对不对 是 是齁 好好好 这样 老师今天你快拿 快拿一打的pro账号 谢谢 对上面是 斑门 下面是 幽门 你看我们 AI小朋友 帮手也知道呢 好 所以涂鸦题 还不错吧 老师也可以把它换成 比如说 可能是实验的流程啦 步骤啦 因为 用选择题 有拆的成分嘛 那如果是实验的步骤 这种的 就是一定要观念清楚 才可以 OK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影片题 这个 才是重点 在这里 您所看到的 是pro账号 所显示的 好来我们看一下 你看 哪位老师 看的哪位同学呢 看影片的位置 有没有都有记录下来 你看 大部分老师都跳着看 有没有 这样 有没有很不认真 看的次数越多颜色会越深 然后我们 烟雨最认真 有没有 他至少看到这里 那我怎么知道他看到哪里 老师不要客气 点下去 我就知道他看到四分钟了 我就知道他看到四分钟了 所以这个 老师如果说 你想要 请同学预习 同学很多都会告诉你 老师我有看 但是你怎么知道他看哪里 所以说你就可以从这边 去了解 同学到底看到哪边 那更重要的是 如果 你要同学看的重点没看到 那你就知道 老师出题的时候要出哪里了 OK 所以这个是one note 在 影片题的部分 很方便的地方 那至于后面这个就 因为没有正确答案嘛 哎呦 哎呦没想到这个老师这么认真啊 全部答对了 哈哈哈 我想就给你随便练习一下而已 一生老师你怎么那么厉害 哎 老师这上面有答案 哦上面有答案哦 抱歉 不在意啊 所以他比较 细心有看到有答案 好 那后面这个就没差了 因为这个要上传注意了 我们就 不需要给各位老师看了 好 那 针对 one note的 这种 测验提醒 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 您看您不需要 跑到外面去 one note就有提供这么多 当然 如果您需要像这个 卡户啦 或者是 Quizlet 好还是像那个 呃 Peerdeck 也都很好用 那就看老师 您想要 怎么样去把他带入到one note里面 带到您的课堂里面去 好 请问 老师针对测验的部分 有没有什么问题 应该还好吗 轻松简单 所以您如果要增加的时候可以像这样点下去 从这个地方 我在这边顺便跟老师提一下 您要怎么样 把 您的 教材 放到我们 one note的这个群组里面 您可以从这里 有两种应该说三种方式 搜寻的话 就是搜寻哪里 我们刚刚所看到发现这里面 别人公开的 只要找得到 您就可以把它变成您的教材 第二种 就是 您自己建立的课程 或是您订阅别人的课程 把它拿进来 因为有时候可能你订阅别人但是他并没有公开 您用搜寻就会找不到 您看我们在这里 有没有 您可以从别的群组 抓过来 也可以从您自己建立的 也可以从 订阅的课程 假设我自己建立的按下去 好按加入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他会问你一件事情 您是要 复制一份进来 还是要做所谓的引用 这两个 有一点点的差别 因为呢在one note里面 我们的教材 比如说影片 或是网页的教材 他可以指定 阅读的时间 那如果说 您可能 同样的课程 可是不同的班级 也许进度不一样 有的班级程度比较好 有的班级可能 在程度上 没有像另外一班那么 就是完整 您就可以考虑用复制的 我可以在这边 设定不同的条件 如果您是引用的 就直接 依据您当初 课程里面所指定的 您在这里面就不能修改 这个是可以修改的 OK 所以我们试看看 我先用 引用好了 您可以看到 后面呢 没有这个编辑的功能 只有直接取消 如果我刚刚是选择复制 在这个地方 就可以在这里 去编辑 它 这是 我们直接 从所谓选取单元 这边 可以做的 好 那 如果呢 您不是 自己建立的课程 我只想在这个班级 直接临时增加 您可以直接用建立单元 您有没有感觉 在这边所看到的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 课程里面所看到的 您可以从这边 直接增加 刚刚有提到了两个pro的功能 就是这两个 一个叫做档案 一个叫做试卷 那这里有一个地方 针对影片的部分 跟老师说明一下 刚刚我们在课程里面 影片 是不是可以出题目 但是呢 如果 你是在群组里面 用这种 临时建立的 他没有办法出题目 哦 所以如果老师要出题目 必须在 课程里面直接做 然后透过我们刚刚选取 单元的方式 把它叫进来 这个 要麻烦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好 那如果完成了 当然就直接储存 那当然 像这个 顺序的部分 就是像这样做调整就好 那刚刚有提到 如果您觉得已经准备好了 您可以在这边 做一个动作 就是把它开放 编辑就是这个 有没有 这里有个开放 如果老师觉得 我只是暂时性 整理中 还没有准备好 你把它设程关闭 同学进来的时候就不会看到这个任务 OK 这个是 给老师稍微了解一下的 好 请问 老师在 在OneNote的测验题 还有 这边 增加 这个 单元的内容部分 有没有问题 应该还算清楚明了吧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OneNote的这些教材 好这些教材 也就是刚刚我们看的是 测验嘛 那你今天如果想要有 教材的部分 有影片的 还有一个 很棒的 可以来自云端硬碟的 也可以来自网络上的文章 然后呢 您可以来自Google简报 也可以来自 Google云端硬碟上的 NP3 PDF 通通都可以 这边 这边我就 直接示范一下给大家看好了 直接点开 影片比较没问题 就直接播放 那我们看下一个 如果老师的影片 您不想要放在 那个 YouTube上 您也可以考虑 放在云端硬碟上 您也可以考虑放在云端硬碟上 不过 他就没有办法 有我们 网络上 那个YouTube的 起器的时间 设定 还有出题目的功能 但是影片他是可以看的 这个是 不一样的地方 好 有老师问到 直接砍入 影片是不是有制裁权的问题 好 这里有两种 老师问到的是这个问题 一个 如果这段影片 他本身 不管他有没有 智慧拆战权 有些 在YouTube上影片 他会设定 不能够用砍入的方式 所以OneNote也没办法播 这是第1种 第2种 这个影片 如果是 他 没有特别设定 那我们当然可以放进来 可是呢 如果你有智慧财产权的 当然他还是有保护 只是 我们在教育现场使用的时候 我们有比例的原则 所以如果老师你有去参加一些 那个智慧财产 制作权 这样的一些说明的 那些会议 或是演习的话 应该 老师都会告诉你 他会有一定比例的问题 今天 我要看这段影片 那我如果取用的 不是那么多 以教学目的 而不是盈利 而不是盈利的话 通常 是还算OK 我想 老师如果看那个 57 频道的 那个什么 很多节目 他们是不是都 节路网路上的内容 对不对 很多戏剧的 他都是像这样的 节路啊 可是他都会尽量 把那个时间 比如说压缩在20秒30秒 或1分钟以内 他不是完整的去截取 那这个在教学上就比较OK 这样 老师OK吗 如果老师还有提到 齐文老师提到 影片如果是私人 非公开 可不可以放进去 既然是私人的 自然就没办法放进去 只有非公开的 好 私人就只有您自己的账号 才可以看 所以如果老师您 不想要放在YouTube上 可以考虑我刚刚讲的这个情形 就是把它放到云端硬碟上 只是他就没有 我们影片出题的功能 跟 那个 观看统计的那个部分 其实老师这样OK吗 老师那个应该念齐吧 对非公开 其实现在有很多都是用非公开的 因为 因为你网络上找不到 除非 特别说啦 除非特别去 去 有 连结告诉他 不然 你搜寻 是找不到的 好 再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 不只是 影片 有可能 没办法砍入 也有 现在呢 一些网页 不允许 被砍入在 别人的网页里面 像这一篇就是 那OneNote呢 他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形 告诉你这篇没办法放进来 按下去呢 就会直接连过去 这篇文章已经删掉了 那也没关系 这样老师了解 所以有 有些网页也会有这种情形 那如果是Google简报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今天的简报 有没有发现我可以这样砍入进来 好 那再来呢 如果是 NP3 老师如果是音乐的档案 您放到云端逆碟上 一样可以听 教育广播电台全国调频网收听频率 台北桃园及高频地区 10 OK 那再来呢我们往下看 如果是PDF 这个也是放到云端一碟上的 您看这样浏览都是OK的 所以其实 OneNote 它基本上 跟Google 在做整合的话 其实是 很不错 所以今天老师如果不是用我们刚刚的课程的方式 去整理您的教材 您也可以考虑 就是把它放在您的云端硬碟上 那我们在增加教材的时候呢 你看 我来增加一个 建立 我们来自网页 来自云端硬碟 教材就选择这个网页 您在右手边 就可以看到很熟悉的这个 按下去 就可以去选择 你云端硬碟上的档案 当然 在这边您需要跟您的 Google帐号做一个整合 那怎么做呢 在右上角这里 有没有一个管理云端服务 您就从这边去绑定您的云端硬碟 如果您想要连日历一起绑 也可以 绑定完了之后 就完成授权 这样子您就可以直接去存取 您的云端硬碟资料 那如果你是网页资料 也是一样 你看我把网址复制一下 拿到这边来贴上 自动抓到标题 内容也可以直接在下面预览 所以这个是OneNote我们在 老师呢 您想要 跟 包括YouTube 包括网页 包括云端硬碟的资料 就可以直接这样叫进来 非常的方便 好 请问 这样老师针对 OneNote 教材的部分 这些类型 有没有问题 对 对 碗庭有提醒我要抽出八个幸运 好大家都没问题 我就准备进入最后一个单元 各位还记得 OHA吗 这很重要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 如果老师 您是Pro账号 您看 有一点点不一样 在这里 有没有多了一个 这个 这个地方是访客的 也就是学生的 学生的会出现在这里 可以进入云端教室 那老师的会出现在哪里呢 我们看一下 老师的 出现在这边 在右手边 有没有从这里 进入云端教室 那么现在我们教室里面 总共有这么多人 当我按下去之后 好我要先登录一下 他会自动把这些资料带进去 有没有 我们现在学生总共45位 通通都进来了 通通都在这里 所以这样子 就可以跟我们第1阶段 佳化老师所提到的 是不是就可以整合在一起了 等于one note这一边 您可以做 所谓的 课前的预习 或上课期间使用都可以 那我们 OHA 云端教室这边就是属于即时的 不管你是在 教学现场 还是在远距 都可以直接使用 所以 我们就要来抽 我有 八个 可以抽 所以我们就看一下 有在 线上的 才可以 对不对 老师这个是分组哦 抱歉我按到分组 抱歉抱歉 这里随机抽人 好我就针对 有在上线的学生嘛 从 全班 上线的学生 我们抽八个 诶 随机抽八个 哦还好 OK 各位 按下去了 哈哈哈 哈哈哈 来 恭喜这八位 诶只有抽到五个 没关系没关系 我看一下 诶 清卉老师 有在线上 没有在没有抽到 诶 好好好没关系 来我们先把这几位记下来 隆隆老师 隆隆老师 跟又婷 心安不用嘛 佳花不用 婉婷不用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抽出三位 我们再抽五位 好来 我们再从刚刚这边 我这次抽全班的好了 就不要只有上线的 我们 排除了刚刚这几位 那我们再抽 五位出来 来 哦有重复的 好没关系 我们先抽出来好了 诶都抽到离线了 哈哈哈 好 那这样 那个 怎么办 再麻烦老师 帮我们在通话中的讯息 留下您的email 好 抽到的老师 所以有 中奖的老师 麻烦你 您就留下您的email 我们刚刚有 两个 两个部分 总共八位 麻烦老师您留下您的信箱 好 那 剩下我们就进入到最后这个FAQ的时间 请问老师 针对今天 从第1阶段 OHA的云端数位教室 再到我们后面的one note 不知道大家 对于 这样的工具 使用上有没有问题 好one note 好one note在使用上是真的蛮 简单方便的 老师的学习曲线 应该 不会花太久时间 您就可以熟悉他的一个整个操作方式 如果说老师您对于 one note想要更了解的 我们 简报 在我的简报这一边的第2页 有那个 相关的学习资源 欢迎你有空的话 再上去找一找看一看 好 那最后我就把时间交还给婉婷 还是要交还给心安 好老师谢谢 谢谢 苏文老师 也谢谢各位老师 今天苏文老师 讲解非常的 仔细和精彩 然后呢 也谢谢佳华老师 在前面为我们说 OHA的这些功能 那我相信老师们现在应该就是 很期待要开始试用 那我们同时也是 等一下 刚刚没抽中的老师也没关系 因为我们还是会有开放90天 试用的部分 那所有的老师都可以提出申请试用 那我们到时候就会收到你的申请试用 就会发代码给老师 那一样今天是新额 抽到的老师 我们也一样发 一年份的代码 所以你们有一年期的时间 是可以使用 OneNote Pro的账号 那如果老师还有问题 也可以继续再发来讯息收 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 然后感谢所有老师参加 再一次谢谢苏文老师今天为我们提供那么宝贵的 就是这些资讯 还有经验 那我们在萤幕上面呢 婉婷也分享了关于OneNote Pro和OHA个人版申请试用单 大家可以扫一下这个条 QR Code就可以上去填写试用 那老师们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 那很感谢所有的老师以及在场参加所有人 那老师你们的建议都非常欢迎 我们等一下在这个讯息当中 一样会po上我们公司的关于客服的管道 还有就是这些资讯 我们自己在YouTube上也有做一些OHA功能的影片 这些影片都可以是公开的 那都可以提供给老师使用 那同时呢 我们这个会议在等一下大家结束之后 我们会保留5到10分钟 让老师们可以回顾刚刚所留下来那个讯息当中的一些资讯 那不会说我们一关掉老师就没有办法再回顾一下 那我们会留到5到10分钟才会关掉此会议室 好再次谢谢大家 非常谢谢苏老师 谢谢大家 我回答一下刚刚有位老师 提到从群组里面 可不可以进到云端教室 可以的 我们刚刚最后面就是 从OneNote里面 直接 按一下 进入云端教室的连结 就可以带进去 对 谢谢苏文老师的回答 那这个部分也是在Pro里面有提供的 这个功能 那如果老师们都想试用的话 其实就可以直接填试用单 或者是你们是直接抽到刚刚的那个Pro的印年账号 都可以直接使用 好那还有老师要提问题吗 好 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苏文老师 谢谢苏文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 谢谢 拜拜 谢谢 谢谢 拜拜 谢谢 看下 先做一鍋 用盐浪鞋